雙眼泛淚 絕望呼喊 但再也換不回骨肉 失蹤學生家屬 眼神悲痛欲絕 這起2014年墨西哥43名學生失蹤 遇害案 被害人人間蒸發 八年前引發全墨西哥炸鍋 但失蹤案至今未破 當局今天下令逮捕疑似涉案的 30多名軍方人員 根據紐石報導 執法部門和販毒集團 都參與了這起綁架案 而政府的濫權 獨職不作為 更導致學生失蹤 疑似被處決 並且證實已有六人遇害 墨西哥當局表示 前檢察總長穆利優 不但涉及2014年43名學生失蹤案 還極有可能是幕後黑手 並以酷刑和妨害司法等罪名逮捕起訴 但他為自己喊冤 墨西哥官員和獨銷勾結不是新聞 但這起屠殺慘案 儘管令人瞠目 但可能只是人口失蹤現象的冰山一角 墨西哥目前有超過10萬人 被列為失蹤人口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跋涉來不僅感嘆 這是人類的幾大悲劇 記者陳理信總和報導 我們請上這個夢夢水 孤家配方 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傳胺酸 調節情緒 增強抗安能力 還有德國氧氨菊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 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